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只是睡个觉 不要求那么多 掌柜便带她来到一间房前 进屋一看 房子很宽 也很干净 便住了下来 稍作洗漱 到床便睡 睡至夜里 迷糊中醒来 总觉得屋里有别人 迷眼往外一看 床外好似悬着一双脚 仔细一看 房梁之上竟然吊着一个妙龄少女 伸着舌头 一脸痛苦地望着她 冯云婷也不知是梦是行 从床上跳起来 把女子抱住 放了下来 将她放到了床上 问其为何轻声 小姐因何想不开呀 这么多年只有公子见到我 放我下来 多谢公子 公子莫怕 我不会害你 我十余年前 在此悬梁而死 一直不得解脱 直到今日遇到公子 小姐 你为何要寻短剑 那女子把长身的舌头扮回到嘴里 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跟风云婷说 她是那梁上的吊死鬼 吊死多年了 一直在受悬梁之苦 没人把她放下来 那女子的样貌并不吓人 风云婷也不害怕 就问起了女子上吊的缘由 提起此事 女子姗然泪下 讲起了自己不公的遭遇 原是十余年前 那旅店还是梅家产业 一天夜里遭了贼 结果被梅家人当场拿住 那贼人家属贿赂了当时的典使 与贼人串通 声称去梅家并不是偷偷 而是与梅家小姐有私情 典使便判了她无罪 如此一来 梅家小姐坏了名声 一气之下悬梁而死 几年后 梅家老爷 夫人也相继去世 几经辗转 梅家的房子成了旅店 风云婷听完梅小姐的哭诉 气愤至极 是要为她申冤 真是岂有此理 我定写一张诉状 告她个训思舞弊 贪赃枉法 公子可否将这房梁烧毁 劫我每日悬梁之苦 梅小姐又求她取下上吊的房梁烧毁 以解她悬梁之苦也好去投胎 风云婷第二天找到店主 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 店主才叫人拆下房梁 风云婷请人抬到了野外 一把火给烧了 又写了一纸诉状 告那典使 一年之后 那典使事发 被打了木龙球车 押至京城受审 风云婷回到家中 仍是每日思念亡妻 那一夜 她又在独自饮酒 美女又现身前来 多谢公子替我申冤 结我脱困 我在投胎之前 想为公子做件事 三日后 在十里外桃花林 会有一女子字役 公子将其救下 取之为妻 公子切记 先是谢她解救申冤之情 后又要为她续一段情缘 把话说完 隐身而去 风云婷第二天醒来 心知与美女相见不是梦 便在三日之后 来到十里外的桃花林 果然看到一女子正欲自已 风云婷忙上前阻拦 待救下那女子后 才发现她和王七长的极为相似 一问才知那女子家里人都不在了 叔父要把她卖到寄院 她逃了出来 无处可去 才想一丝了之 风云婷将其带回家中 并娶妻为妻 那女子不仅长得像王七 连脾气秉性也极为相似 风云婷觉得犹如妻子在生 二人相伴至老 我家人總裁是否不在家 多瓶千米 狗云婷 这就能发生的